新婚之夜,女人为了让丈夫不碰自己,竟在身上绑了整整七条腰带 谁知村中长辈们早就教了男人应对之法 那就是将蚂蚁放进新娘腰间,她就会自己宽衣解带 只是好心的光仔并不打算这么做 他将事情对妻子河畔托出,还贴心地给她端来一杯水 阿修十分震惊,因为按照当地的规矩 新娘进门的前三天不能吃喝,也不能出房间 光仔说自己家没这么多规矩 见阿修不想和自己新夫妻之事,便也不强求 第二天,她还给阿修做了早饭,叫她坐下吃 阿修不肯,因为在这里女人不能和男人同坐 光仔便陪她一起站着 阿修很快意识到,眼前的男人和她以往见的都不一样 她温柔体贴又会疼老婆 于是晚上心丹情愿地和光仔睡下了 三天过后,阿修依照规矩要返回娘家 直到生了孩子才能回来 夫妻两人依不舍到了村头才分开 而另一边闺蜜会花在苦苦等着阿修 见阿修回来便一把抱住 两天没睡,好想你哦 你呢 阿修心虚地低下了头 她不敢跟会花分享自己的心情 因为多年以前两人就结为了姐妹夫妻 自己这么做违背了诺言 原来多年前会花哥哥结婚时 会花曾溜进婚房看热闹 发现大嫂在房间里坐立不安 疑问是想上厕所了 厕所在那边 可大嫂面露难色 原来按照当地规矩 新娘子结婚的头三天不能出门 不许上厕所 会花看着大嫂窮破的样子 贴心地替她找来夜户 随后便和闺蜜阿修吐槽这件事 觉得结婚实在太受罪 姐妹对这风俗都深恶痛绝 便来到妈祖娘娘面前发誓结为姐妹夫妻 一辈子都不结婚 我俩结为姐妹夫妻 生同生 死同死 我中有你 你中有我 永不分开 两个孩子天真的以为 这样便能一辈子不受风俗的迫害 可在那个年代 婚姻嫁去岂是女孩自己能决定的 很快阿修就在父母的催促下订了婚 会花听闻十分伤心 觉得阿修背叛了自己 阿修为了让她安心 便拉着她的手栽次起始 绝不让丈夫碰自己 两人互换手镯作为信物 寓意着永不分离 可谁也没料到阿修嫁了的好男人 竟然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女人在小树林偷偷见丈夫 两人已经结婚 却还要偷偷默默 被发现后更是被全村人辱骂 原来按照当地习俗 婚后夫妻不能共同生活 一年只能见三次面 只有生下孩子女人才有资格来到婆家 丈夫想见妻子都不行 这是规矩错 不是我的错 可一旁的村民去不买账 纷纷叫着女人的丈夫打死她 软弱的丈夫顶不住压力 竟然真的抽出皮带准备动手 女人顿时万念俱灰 转身冲向不远处的竹子 用最惨烈的方式捍卫了尊严 而在人群里的绘画看到刺激 更是坚定了不结婚的信念 她和自己的好姐妹阿修约定成为姐妹夫妻 一生一世永不分离 可阿修却在父母的逼迫下成了婚 还爱上了自己的丈夫 只是根据当地规矩 没怀孕前妻子都不能和丈夫住在一起 绘画便认为自己和阿修还能和从前一样 然而这天 两闺蜜拉着沉重的板车 天空下起倾盆大雨 阿修的丈夫看到后忍不住过来帮忙 事后还脱下雨衣给阿修穿上 夫妻俩虽未说一句话 但眼中的情思怎么也藏不住 绘画在一旁看着十分激动 不由地质疑起阿修是否变心 不久便是中秋佳节 阿修终于可以见到日思夜响的丈夫 可绘画为了阻止夫妻见面 竟故意弄伤了自己 这样一来阿修只能留在身边照顾 可阿修终究抵不住思念 夜里趁着绘画睡着 偷偷跑去见丈夫 三哥 救公 可两人的浓情蜜意却被绘画看了个一亲二组 原来他只是装睡试探阿修 他知道自己和阿修回不去了 转身落寞地回了家 却发现家中已经堆满了评语 母亲已经为他物色了一个好人家 五天后便过门 还递给他一张未婚夫的照片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绘画心中抵触极了 他根本不想嫁人 心情郁闷地来到街上散心 却无意间见到了照片上的男人 他是当地有名的富二代 飞扬跋呼不学无数 还当街调戏起绘画 绘画哪里受得了这种气 找到阿修抱怨人为什么要结婚 阿修却说没结过婚的人不会懂 于是一气之下 卉花答应了这门寝室 照我的意思 老婆就是条猪 要肥 要能多生儿子 我才有面子 结婚当天 二流子丈夫竟然说出这种话 说完带着兄弟们 把新娘当成猴子一样为官 还不顾他的意愿 一上来就要扑倒卉花 这让本就对丈夫抵触的 卉花拼命反抗 竟然一脚灯晕了丈夫 随即仓皇跑回了家 他告诉母亲自己不要结婚 可退婚是不可能的 因为家里已经收了二流子的聘礼 家中大嫂听闻绘花的遭遇 同情地拿出品礼和自己的嫁妆 想要帮绘花一把 却被大哥发现 二话不说就是一顿打骂 原本体弱多病的大嫂经不起折腾 就这样撒手人寰 可一家人没有丝毫被伤 马上又着手为大哥挑选新媳妇 眼看退还彩礼无望 绘花只能去找自己的好姐妹阿秀 本想在她那里寻求安慰 却得知阿秀准备和丈夫离开村庄 去深圳打拼 想到两人原本是姐妹夫妻 如今阿秀竟要抛下自己 悲愤欲绝的卉花竟然起了杀心 想要杀了阿秀后自尽 然而就在她要抽出刀的那一刻 阿秀却告诉她自己怀孕了 她之所以想离开 是不想腹中孩子像自己一样受苦 被封建习俗害了一生 想起从前两人相依相守的日子 卉花心软了下来 她和阿秀拥抱告别 并在此交换了银着 相约下次见面 随后她回到娘家 叮嘱母亲注意身体 自己则化上新娘装 穿上黑色礼服 自己的死反抗着封建迷信的习俗 也激起了村中女孩们的反抗 电影中的故事发生于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福建沿海 其中的女孩被称为慧安女 她们在婚后不仅要像守护馆一样 忍耐着情感的寂寞 还要负担沉重的劳动 动辄还会被丈夫打骂 其中不乏绘花这样一身反抗的自由女性 却也有绘花母亲这种被童话的帮凶 希望在社会进步的今天 就习俗都能彻底被破除 女性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平等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我是枕头猫 我们下期见